HELLO 晚上好晚上好 剛剛再睡了一會 還好吧 就睡到了10點半左右 就睡著了 然後剛洗 我本來想 就是想的就是因為 還沒有就是卸妝嘛 就多一會兒 我等會兒就去卸妝睡覺了 沒有睡半個小時 我睡了挺著的 幫別人餵的沒回 不要催我 我討厭別人催我 再催我就 我就錄一個什麼呢 我就去 對著 對著 對著樓底下的那 那條小魚 回一個視頻 晚上好晚上好 沒有我今天早走了 因為我很困 我頭痛 就是很難受 然後我就 我必須 我先回來 就躺著睡了好一會兒 我大概是 從8點鐘吧 8點鐘睡到現在 沒有啊 就是有點不舒服 現在就那樣子 我現在還是很想睡覺 我的眼睛都有點增不開的感覺 我感覺我看人都是模糊的 謝謝三四兩萬送的巧克力 我播一會兒我就去睡覺了 我心裡的位置 終於成為你堅持 如果回憶會慢慢消失 變成悲傷的故事 我們的 在結尾都是 愛過你這件事 看你頭像 笑人得很 舒服點沒有 舒服點沒有 什麼叫舒服點沒有 我還以為慢慢消失 變成悲傷的故事 變成悲傷的故事 我們都 在結尾就是 我 我不是 我是暈乎乎的 我跟你講 你不覺得我現在 我現在看人都有點 看你們 就是 我都有點 不清晰 我的眼睛 像瞎了一樣 我等會兒 再播到十二里吧 播一個小時 我就去睡 沒栽 我還想拍照呢 算了 我也不想拍 不拍 還是拍拍吧 所以我就沒有卸妝 也沒有卸眉桶 哈哈 那你再再會好一點 不要 我要美美的 我會見你 你生氣 可是我無人 咬人 不是 我先過了 那你 是 你 能看 你 你 我來 就 我來 我來 那你 我眉毛本来就很楼 我跟你讲我眉毛都没怎么画 你看我的眉毛它只画了这么一截 你知道吗 我就用眉笔只画了这么一截 而且很细很细很细 所以压根可以相当于没怎么画 看恐怖片有什么好看 有什么好看的都恐怖片呀 没有意思 谢谢应援聚会送的绿豆糕 诶端午节是哪一天啊 明天吗 啊明天 那明天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不喜欢吃粽子 你们不会在节日跟爸爸妈妈打电话吗 是呀 为什么不会 因为你爸爸妈妈都陪在你们身边的 这么凶 我不信 这么窄的吗 空龙给你掰啊 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 但是你们不会觉得离得太近 有时候 就会 就是 就是爸爸妈妈都会管你吗 你们懂吗 你们懂吗 你们好像不懂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离家挺好的 然后有时候觉得算了 我还是喜欢 你们 其实也还好 爸爸妈妈也不会特别管 但是有时候就会怕他们担心 就是你懂吗 就是 其实 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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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时候不是会去外地吗 就是我常住肯定是重庆嘛 我妈妈都知道 因为她其实也不太了解 我们的团体到底怎么样了 有时候她一打电话 我说我现在在上海呢 我用到她就会紧张 她说你去上海干嘛 你一个人吗 我说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啊 肯定是团体去上海演出啊 她说哦 她就放心了 就她会就 就会瞎想 就会很担心 所以我一般有时候 哪怕是在外地 我都不说 她会说 哎你怎么又跑这个人了 我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成都 跟她打电话 我说我现在在成都呢 什么什么的 她说 啊 那么又跑到成都 开了的哦 你不是在成 重庆的吗 就是你懂吗 就是哎 就是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解释起来很复杂 很麻烦 然后我就会索性不说 并不是说想想想不告诉她 而是觉得很麻烦 哪怕就会紧张啊 你换单位你怎么又换了呀 你就会觉得 就会很紧张什么什么的 我多大了 我多大了 我又在我妈妈那里永远是个小孩子 我来自失败 我还没有这种程度 我还没有这种程度 我永远十八岁 时间的岁月对我来说 没有意义 我已经活了好久好久了 我永远就是十八岁 时间它在流逝 但是它对我造成不了影响 真的真的 你们不知道吧 我到一个点我就会立生长 又上生长回去 然后再从那个点又生长 到就永远停留十八岁 就一直在那个 什么青草灭娃 我跟你讲我曾经还看见过 其实黄的 但是吧 我们这种人是不能破坏 就是破坏大字的走向的什么的 只能就是自己活着 你为什么研究历史要靠我啊 我只是说我活了这么久 又不说我一定有文化 我为什么要管别人的事情呢 就像你活在这里突然有一个人会问你 他说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人 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吗 你会去那么了解会那么关系吗 你肯定不会啊 你只是自己活着而已 我记性好就是记性不好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夸张 真的真的 你们信吗 我说真的 没有沙发 悄悄告诉你 等到一点时候 我就要去换身份证了 换身份证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 就是你要 就是要换一种 换一种身份 免得别人就是查到你 就是这种身份 就不好 谢谢三子两万是明远报 啊我这个文笔算了吧 我这个人就是很闲很难散 不想做这些事情 我可没骗人 我说这是真的 没有骗小孩 我怎么会骗小孩子呢 你们不信吧 伤心难过了 不信就不信吧 反正 这样不好 说不定以后你们还会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我 然后那时候你们就 就是白发苍苍 子孙满堂 都说 哎那个人好像我 年轻时候放的小像 呀 然后我就会走过你的身边 说对 没错就是我 没有啊 我说我永远都不会变 你还没懂我的意思吗 你真笨 没听到吗 我 我古时候我就在了 我换了个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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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了 我长生不老 我长生不老 我在讲我的这一生 太疼了 气不清了 哈哈哈 为什么一定要抓小孩子呢 这个就是一个误会 我跟你讲 那不当然吗 战争的时候我长眠了 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好 我长眠了 哈哈哈 然后后面 我等到就是适合的契机 然后又出现了 哈哈哈 哈哈 哪吓人了 你们不觉得很好吗 红宝宝 我又想到了上次去试镜的那回事 有笑人的很 你有没有进过公呀 我为什么要进宫 真的是 我跟你讲 我不需要 为什么要进宫呢 我跟你讲 古时候 我就在那种相开看里面 然后 有人收养了我 哈哈哈 然后我们 就平平淡淡的过了一生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我不能让别人发现我 不会老 哈哈 这样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 我没有进MC 那你加入MC啊 真的 刚刚那个说的缝宝宝宝我还记得住那次试镜的词 早夜 真的 但是我都都想到肯定不会选不上的 果然什么也没有 尾肥尾美 你怎么知道我以前不胖呢 万一把自己吃胖了呢 所以呀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换地方 下一次换到哪呢 让我好好的思考一下 好 而且还要换身份字 可麻烦了 你去办一个身份字呗 你就说你是个孤儿 你说你失去了记忆 对呀科技发不得了 但是我是个黑户啊 我吃饭了 是的今天就是工作餐 谢谢毛帆行送的巧克力 你直接跟他说你说你是个孤儿 没有啊 我说如果要换身份证的话 你就说你是个孤儿 但是现在不需要 现在我要陪我爸爸妈妈 到到永远 然后等等等下一 等下一世的时候我再换 我不是独生子女啊 我有姐姐 我有一天做梦梦见 我爸爸妈妈都不认我了 他们不认识我 真的很难过你知道吗 他们说他们没有女儿 他们只有我姐姐一个孩子 他们说 啊你是不是能坐我来后面待 就是我爸爸妈妈人都是很好的 就不会说赶我跑什么的 然后他们就嘻嘻说说 这个姑娘可能老子有问题 我在梦里面啊 他就笑悄悄的 他们两个在讨论 哎呀好可怜哦 就是找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然后他们不认我 你知道吗 我在梦里面可伤心了 没事啊 他们给我吃的 他们说哎呦就是感觉我很可怜 他们就收留我的呢 总就是给我吃的什么的 我叫他爸爸妈妈 他们也算是硬了吧 但是他们觉得 他们没有我这个女儿 就特别好笑 我姐姐她没有我漂亮 没有没有开玩笑 我觉得家里的老人什么都还挺喜欢我姐姐的 但我姐姐觉得我比她好看 我也觉得我比她好看 然后但是我妈妈 还有一些就是脸长的人 都觉得我姐姐姐姐好看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觉得我姐姐圆腹铺 胖嘟嘟 就就就就喜欢那种感觉 而且笑起来就是就是你懂吗 这样子就是眼睛都瞇了 就是瞇着一块就很有亲和力 他们就觉得好可爱好可爱啊 然后他们觉得我太瘦了 然后他们觉得我没有没有我姐姐 对他们不喜欢这种感觉好像弱不禁风 我心里想哼 我一拳能打你们十个 但是要不是因为要装蚊子的话 站在我妈妈旁边我一张 小心我出拳 一拳一个 我拿起了花笔 花金满花 妖美 是吗 噢我吗 对我要舒服你们要温柔 我姐姐就会有时候说 啊妹妹好瘦呀 好像我这么瘦 她说她想减肥她也不会 我姐姐连化妆都不会 我还教她她 她还不愿意学 她学了一下套 好麻烦 什么叫有勇气啊 打架并不是说有勇气 而打架的时候是因为她惹到你了 你就心里就是说给我干 往死里干 那是什么勇气吗 那是不服输的劲儿 虽然你也痛 但是你又想的太生气了 你要把她打死 你原来那些妆你回顾妹的笑得懂 我哪些妆呀 我不知道 我还想 我下次画一个 画那种仿妆视频 没有就是太生气了 控制不了自己 说不定我游泳太生气了 我就拿个板砖就直接敲脑袋上 可能她就没了 然后我就去橘子里坐着 没有没有没有 开玩笑 我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状怒 你叫我画就画 我不画我跟你讲 我做事情不喜欢别人 紫手挖脚的 没有那我就说 我叫我粉丝来帮我蹲可以吗 没有没有 就是就是 就是那种带蹲 你们懂吗 就是你蹲一天她蹲一天 然后我们就可以有时间去放风 哎呀算了 要见证每一刻 我来不及 我来不及 那本色的心路吧 工具人 是吧 监狱一日游 一丝极 什么那就是什么 就是体会一下人间疾苦 然后才会让你就是做事有分寸 哇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 就会知道你以后做事都要有分寸 要受点苦才会觉得要努力 就以后不要进去 你懂吗 没有就是要 你不懂 就是你要进去的时候体会一下疾苦 然后你出来的时候你做事情你都会有很有分寸 就不会不会做出坏事情 因为你知道做了坏事就要抓进去 你想想到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 像有些人他为什么这么四五鸡蛋的干坏事呢 就是因为他没有蹲过 算了算了乱讲的 还是大家好好的 哎我听说今天他们说 嘉心路有人捅包子 真的假的 很严重嘛 还是重庆安全 所以粉丝们还是多来重庆玩玩 天哪太恐怖了 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 我不会瞎了吧 就是眼睛一直不舒服 你为什么进去 你打架进去的吗 我今天好看 我以前不好看吗 什么矛盾 你看 受害人把家害人挂了 哦 天哪 所以大家做事情不要这样子 小心哪天就 被捅了 做事要有分寸 能私下有好解决 就有好解决 哈哈哈哈哈哈 天哪 乱挂人还是最安全 就说 下一次你说 谁挂我 我就把他把刀捅上去 没有 你要先问 谁挂我呀 哎 我们好好谈一谈 其实是 我觉得 可能是受委屈了 你知道吗 可能才会挂人的 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 真的 就是要先好好沟通 如果我 我想象 我不知道他们的事情啊 我就 举其他的例子 就比如说 他其实没有做这些事情 但是被误会了 然后有个人就把他挂出来 你说你愤不愤怒 你肯定愤怒 你而且还会委屈 你说我明明都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我还委屈 然后网上如果一片骂声 骂声不断 你会不会很委屈 你会不会觉得 天哪这世界为什么会这样 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 这些人也太太太黑暗了吧 哇 这就是人性嘛 哇 你会就越往越坏的想想多了 然后你就会控制不自己 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绪 然后你就会做出一些很恐怖的事情来 然后对方可能也是误会了 然后就 你谈就不好 所以大家有什么事情 还是私下好好的商量解决 能干人家像这样吗 天哪你好恐怖 你看你如果是 是医院那个你痛 是吧 如果你是橘子那个你也不好过 你还要被罚款 你还要被教训 没有哪个都好过的 我跟你讲 谢谢月星无言送的巧克力 说实话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如果如果我想像有时候看那种小说 代入一下就是别人欺负你 就是那种 网报吧 就是就是有时候不是有小说里面 就是其实你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有些原因被误会了 然后一片骂声都指向你的手 应该挺崩溃的 就是 还挺难过的 应该 哈哈 大银坐牢 大树珠也 对啊 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 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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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就是 要 要核实好 不能乱讲 打银坐牢 打树珠也 还可以碰瓷你知道吗 就是打树的那个 我一定要把它炸的 哈哈 哈哈 炸了 炸了他倾家当代 哈哈 哈哈 如果我是 医院的那个 我肯定是那么像 如果我是打赢的那个 我肯定就跪下 啊求求你我错了 我对不起 我死了 我悔过 我肯定要把它哄好 我跟你讲 尊严都不要 直接就 就跪在他的床下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好 起来吧 我错了 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是我的第二人格 我想你 我已经把我的第二人格杀掉 为你道歉了 我没有 我只是 跟你们说而已 不是这么怂吗 那 毕竟 万一他要 讹上你怎么办呢 你肯定要 好好的哄着他呢 你严打 你好歹我 我可是在医院住着的 你怎么知道 我是 是 蛾的呢 啊 我可是是真痛呢 怎么办呢 啊 如果伤口不严重 我就自己往墙上撞 咚咚咚咚 把它弄得更严重 我说是 就是他打的 你如果你有证据说 你不是 不是 不是你打的吗 啊 你让我说 我今天就这么麻烦了 笑人 那肯定不啊 我是那种人吗 我说 也是哈 但是 但是万一你用你的诚心打动了他呢 你就每天去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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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医院门口去骚骚扰他 他不不耐烦你知道吗 就是你每天就跟我来哭的啊 就那种 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 嗯 就打动你呢 嗯 诚心甚至欠 他还是把你跑到你天天抱到 你也跑不通啊呀 不是吗 还可以跑 还可以跑 我为什么要鸟你 又不是鸟 我线下也 我线下本来也很温柔 我线上也没有中全出击 就是呀 所以呀又跑不掉 躺平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提供给你们 说完这把小剪刀 不要看他不起眼 但是他很尖锐 你看到没 尖尖很尖锐的 他这个尖尖特别尖锐 看到没 他的尖尖特别的尖锐 一处 你知道吗 他是我们我们剪那个剪 剪那个 剪那个双叶皮的 还可以剪 是吧 你需要的话我下次带给你 剪双叶皮特 剪双双眼皮特 哈哈哈 剪双双眼皮特 我不知道为什么 看看我冒出那个谁 最近有点奇怪 哈哈哈 我给你们剪双眼皮 没有我给你们剪双眼皮 这是我的手法好不好 能弄成痛别剪剪 为什么 我可以把你们多余的肉肉给剪掉 剪感觉痛多了 是吗 你体会过吗 你要不我剪一下和捅你一下 你写个就是体验感 然后让大家都知道剪痛一点还是捅痛一点 为什么 捅应该清点 你怎么知道 你看捅下去的话 他万一万一有些人捅狠了 从这个尖尖啊 就直接捅就是把把这个直接都捅到里面去了 而剪他只能剪到这么一个小口子你知道吗 就这么小一个口子 最多就是皮皮肉的一点点 而捅的话他就特别深你知道吗 他可以捅这么深 因为他虽然只有这么点 但是他捅到这里的时候 口子已经开了对不对 口子开了的话 你理所当然可以把它捅得很进去 就比如拿一张纸 不行我希望选一个幸运观众吧 就理好了 就理好了 你怎么 剪不完才痛 可是本来就只剪一次呀 我就开开玩笑 笑人 来给你们剪 我有一点困了 我眼睛一直都顺了 什么不像一本真镜的两只手 你才万简的完美了 你们今天有没有觉得我耳朵好看很多呢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耳朵好看很多 谢谢谢谢三只两万送的一元棒 因为我今天特别输了这个发型 谢谢三只两万送的一元棒 谢谢你送的一元棒 谢谢你送的一元棒 感觉我像个机器人 是吗是吗 你知道我怎么样子的吗 我把我的耳朵立起来了 因为你们看不出来是吧 这后面有颗夹子 就这里 我是看到网上的教程 是不是很好看 就网上有个教程说 在耳朵后面放一颗小夹子 你的耳朵就可以立起来 然后就会很好看 然后就在耳朵后面 它本来是这样子的 然后就有颗夹子 它就立起来了 没有夹耳朵 你是不是蠢 在耳朵后面 有颗夹子 但是它是夹到头发上的 对它只是说在你的耳朵后面 就像你靠着有个靠背一样 你懂吗 就比如我没有这个靠背 我可能就摊着了 但是刚好 我靠着 就后面有东西 我能靠着 所以我就立起来了 天呐 你这么纯吗 还夹着耳朵 夹着耳朵 耳朵怎么会变立起来呢 难怪今天好看 过分 你这么睡这么早 不像你的风格 我以为你会睡很晚 我给你们看恐怖电影 算了 别看了 我要睡觉 真的吗 天呐 出去度假 好险 我也想去度假 我想去海边 我想变成一条鱼 又在海里 海里 你学人家扛路长 我不一样 去不了心 要不你们 你们挤着我去整个耳朵吧 没有公司统一了 就是统计了哪些没有打 他说等于有苗了 我们统一去打 整成现在这个样子呀 我是世界上第一个 说出来 说出来 粉丝几个姿 我偶像去整容 如果可以 要不把我的发肌线都飞用来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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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容怎么就不可以了 我整耳朵 只是我真的好喜欢李慧的耳朵啊 他他他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好乖呀 就像精灵一样 我还记得初次见面的时候 我记得他 说哇这个人好高 耳朵怎么丑的吧 我就像变成线的 你看这种样子的话 砸腿发也会好看一点吧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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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不再再次大夜夢中 再再次大夜夢中 再次大夜夢中 沒有什麼聊的 大家 想個話題吧 我們來看電影吧 算了 沒有什麼好看的 看不到明天看吧 明天預定好 明天看電影 啊 有嗎 我自己都沒覺得 和播的音樂有關 哪有 足球 傳授點化妝技巧 隨便畫 總有 你就把網上 很多那種方法 都撕在自己的臉上 你試久了 你就能找到 最後是自己的 真的 這個就只能多畫 你看我最開始 就是在出道的時候 我的妝都被批評 他說天哪 什麼什麼 但是現在都沒有人批評我 因為昨天的歌 是因為我在練歌 所以就一直在聽那幾個 那種那種歌 好懷戀啊 好懷戀啊 好懷戀以前啊 如果重新來一遍就好了 重新來一遍的時候 我回到過去 會改變什麼 會改變啊 我將會記住彩票號碼 我回去就買彩票號碼 買了然後 我就是個富婆 然後我就 對呀 以前隊友 現在 現在世界機 還剩幾個 幾個歲隊的耶 還挺那個的 好懷戀 七十三子兩碗松的 一碗棒巧克力 蘑菇花 毛一涵 以前可是 十六個呢 燈燈燈燈燈燈 為什麼覺得 這個靠子 這個不舒服 是的呢 是不是不可說 什麼不可說 我和他有什麼不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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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漏 為什麼要看我耳朵 還是漏吧 沒辦法 我頭髮太多了 哈哈 我好久清翻牌 今天晚上就清翻牌 那可以吹 吹什麼 吹什麼 吹不得 什麼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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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下 然後我愛你 不得 再也想說 你還會 變勞 你還會 好 我的 大家怎么不说话了 不说我到时候脸我就吓了 没有话题 大家叔叔 昨天晚上做了什么梦 你们都不做梦了你懂吗 真的呀 别把酒喝了你不知情何才都会写说傲娇 你不拍呀 竟然是没心意 我都不挂 好 那么现在陷入也不算失败 哪有 就 我都没说完啊你们都跟我说完完 还有15分钟呢 你们必须要拍到我最后跟你讲了 晚上好晚上好 我直播了好一会儿了 不就最后15分钟都不能陪伴吗 都在感场 是的呢 那我明天播好了我明天给你们边播边看电影 我真的很酷 我跟你讲我这个眼睛都总感觉有 有有有问题 我总感觉他又瞎了你知道 看什么电影不知道 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 我没生气 真的就是很不舒服一直就有有东西一样 但是不是那种有东西卡卡的 它是那种模糊的感觉 你懂吗 就是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描述 对我等会儿去滴一滴 哎我有眼要睡吗 我记得我好像买了一瓶 但是我把它丢懒了 天哪 这又是早事 早东西头痛了 那ok 对我今天特别难受 我在后面的时候 我的这个眼睛就是现在跟你们说 比现在我还严重 就是我整个人眼睛是那种要凸出来的感觉 你们有没有过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就是眼睛都快跳出来 然后头也会很晕 就很难受 我就说我不行 我等不下去了 我说我先走 我先回去睡 然后我一回来 我就马上躺 妆都没写 我就去冲了一下 冲了一下 然后我洗了个手 然后就立马就躺了 躺在这个地毯上 然后我就倒头就睡 然后我还订了个闹钟 我怕我醒不来 然后我就订了一个 订了个9点半 然后订了个9点半 订了个10点 订了个10点半 没想到只有10点半 终于把我叫醒了 其他的闹钟统统都叫不醒我 就突然就有闹钟 我就把删掉了 就是你们懂吗 然后就很难睡 我睡了一觉 我就会好很多 你知道吗 对对对 我身上头真的是痛 痛的就是感 那叫什么 有一点 那种叫偏头痛 我也不知道 也没有偏头痛吧 比如说有点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 我就去睡觉 睡了就会好很多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 就睡一两半 睡一下 一点就是也没有那么久 就是一两个小时就会缓解很多 虽然现在这个眼睛还是有点不舒服 但是没有那么难受了 我没打疫苗呢 可能就是睡眠不足 昨天晚上太晚了 去睡了 昨天晚上洗澡洗了一个四十五分钟 我都不知道我在洗什么 我这个人就很很晕你知道吗 就是特别想睡觉 虽然我特别想睡觉 我跟你讲 虽然我特别想睡觉 但是我又洗的特别慢 就是整个整个动作都缓慢了 我洗完过后我一看手机 哎 我洗了这么久 然后我头发也是丝哒哒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干嘛 我就蹲在那 蹲在那里吹头发 我吹了特别久 是吗好像是的 就是他们说好像没有苗 所以就是公司 就是姐姐 就是经纪姐姐约了 就是说有苗就带我们去打 没有以前半个小时之类 就能搞定 啊是吗 反正昨天就睡得很晚 我昨天睡觉的时候 已经四点多了 我也不知道我得干嘛 就突然就四点多了 我其实也没有玩手机 我就 我就 我就去洗螺术 吹了头发 回来过后 整理了一下化妆包 化妆包整理完毕过后 我再去 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真的吗 这么恐怖吗 不行 我还要去外面看海 真的真的 然后 然后一看手机 哇真好 四点多了呢 没有他突然我就觉得 哎 我明天穿什么呢 就就在想明天穿什么呢 哎呀这个 这个我也想穿 那个也穿 哎呀随便 我其实今天想穿 这件裙子的 这件黑色的 但是 它有点短 然后我就想着算了 没有啊我四五点睡 然后大概十一点钟起 我算一个啊 从五点吧 五六七八九十 其实也睡了个五个小时 睡了五个小时呢 还好哎我跟你讲 但是下午的时候就不好了 就是上午的时候还好 然后到晚上握手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不对了我跟你讲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都不知道 找什么聊天 我觉得今天聊天很尬 然后我脾气也不好 说不清的爱 房间从文件还是积极的 我拿越来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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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样子 你是说我圆吗 哼 我还好 我好像很多人说我圆 但没有办法 脸上 没有办法 哼 最近早上老子 比身体先行 其实游游可能是肿 因为只睡了五个小时 可能就有点水肿 我本来就不是那种很瘦的人 如果一旦有什么水肿 那就更恐怖了我跟你讲 在停机 我老子是在停机 我最近老子都很荡静 谢谢小方子送他二十个音源棒 什么 我 十几腿 那不堵 没意思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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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的视频翻盘呢 我今天不给你录视频 我明天 我明天 早上去录那条鱼 给你看 我选中了一条 我打断把它到 楼下的那个水沟沟里面捞出来 成为我的私有物 你催我就给你看鱼 你不催你就能看到我 你催我就给你看鱼 是的 是的 我就说 我一直没有反应过来 你 视频翻盘是什么 是个秘密 我都好久不见 是吗 我也觉得他好久不见 好想吃那个粽子 我门冰箱里面好像有粽子 我等会去拿一个 看看我的运气能不能拿到白粽 算了还是不吃 我本来就不爱吃粽子 你们爱吃粽子吗 你们喜欢吃什么样子 什么味道的 粽子呀 他为什么欧气 欧啥气呢 我也耳朵耳朵 巧克力味的 还有巧克力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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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就笑人 回想今天我也没有说啥呀 我说什么来着 我思维被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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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赚钱 喜欢吗 我唱给你们听 我好不会唱 回来了 你去哪 来来去去都是民事的呢 都是民 乱唱我不 叫我乱唱就乱唱 有啊你点 是吗是吗 再等四分钟 不唱就不唱 那我就不唱 好 但是没办法吗 我声音就只能这样 已经很努力了 没办法 这个呢就是老天不给饭吃 没有办法呀 下辈子吧 对啊 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世界上就是别人都什么都有我什么都没有 这世界上就不是公平的 有什么办法呢 没有办法 好事跟我不给我说 对我这辈子活够了 不想活了 哈哈哈哈 没有我是说刚刚他说我唱歌也就那样跳舞也不好怎么办呢 我说这个没办法呀 你看这世界上本人就是不公平的 有些人他出生就是个天才 就是他学习能力就很强 有些人就不想 有些人唱歌跳舞都好 就是你懂吗 就是有天分的那种 而我就不是啊 我可能我的天分点到其他地方去了吧 所以你说这个这辈子能办怎么办呢 这辈子只能这样的 下辈子啊 下辈子我找一个 吵了一个那种舞蹈世家音乐世家投身啊 哈哈哈哈 那我还是不行的 如果有这种天分的话就好了 我就把老天 我就重新 就更新我自己的那个什么属性了 我就把我的唱歌跳舞点满 没有 我知道呀 所以我就我也没说不努力啊 我就说再努力我的调 就这样了嘛 就是没能不能达到那么完美嘛 就是我只能在我的领域上达到最好 但是我这个最好拉出去根本就不够看的呀 这是很正常嘛 就是你小心翼翼呵护很多东西 哪怕就是熬夜做出来的成果 因为你不没有天分 然后你把这个东西拿到外界 审视的时候 好的东西太多了 你就会 怎么说呢 你虽然就是你很努力 很用心的东西 但是别人都会觉得啊 就这样吧 这就是那个 可以滚 你为什么要滚 生气 哼 有滚 有滚镜 可是你真正的粉丝还是伪拍张好不好 你听见没有吗 我听见了 我知道 我知道大家都鼓励我 我知道我就很感谢 但是客观的来说 可能我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 我知道我自己在什么水平上 抓住鱼给我包汤喝 他可能不想包汤给我喝 再说 那种鱼包汤好 就是什么黄钊 包汤好喝吗 不是带毒的吗 我知道我知道 我也没有说 就是很在意 就是很多人其他不好的看法而已 我刚刚只是很客观的说一个事实而已 先喝了再说 万一我 挂了 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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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住那条傻鱼 我抓不住 我这个是 怨者山沟 我抓不住任何人 因为我本来就是 比较 就是可能性格就比较那种 就怎么说呢 我其实 就挺崇尚自由的 就怎么说呢 可能我就 也不太会那些弯弯绕绕 或者是什么好听的语言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 就我这里的粉丝都是怨者山沟吧 我抓不住任何人 我这里就是自愿 我知道呀 我不是说不抓他 我只是说我没有刻意的抓到过别人 因为我觉得我这种人也抓不住 谢谢谢谢 小疯子吃粽子 送的吃粽子 鼻心鼻心 端午快乐 端午快乐 可是别人看不到我的真诚吧 真诚这个东西 人者见人 自者见自吧 有些人他会在一段时间里 就是如果他 就是怎么说呢 他对你有意见 或者是他对你有点不满了 或者是他觉得你不好了 然后他看你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通通都不好了 所以这种东西吧 也没有 就是哪怕你再真诚的东西 他都会觉得 嗯 你有问题 就是你看一些那种描述的时候 只要 只要对一个人产生了不信任 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 有防备心了 就是你会 没有那么那个了 所以 只要 就是有人产生了 那种念头的话 哪怕你再真诚的说 我其实很 就是说挺在乎的 很在乎的 已经真的什么什么的 他们都可能听不进去 被泪汗到了 没有没有 我说的是实话 其实实话了 也不是说针对某个人 因为我觉得是我 我也会想 如果我一旦对一个人 产生了 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他 突然有一次 我发现 就是不 也不是突然 就突然我就对他 可能也可能是 是就是 就就不满了 然后又发生一些事情的话 我就不会 就是哪怕说 啊 他真诚 可能在别人看的 就不真诚了 他说 装的 哪怕再装的 就是 你懂吗 只要是不喜欢了 就会看到很多缺点 都会 就是怎么说呢 他就会乱想 他并不是说能 一定能看到你的真诚 这种真诚 只有在你 就是喜欢你的时候 才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喜欢你 他在乎你的一丝一举 他都能 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哪怕你做了坏事 他会说 肯定是那个人不对 因为像他这样好的人 是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的 这就像我 我如果我好朋友 他做了什么事情 我就说 肯定对方不对 我的好朋友这么好 怎么可能 你说这就是人 然后突然有一次 可能因为什么什么 我说 他这样是这样子的人 然后渐渐都会改变 他有可能做了一件 哪怕是微不足道的 一些小事 你就会说 怎么会这样呢 对呀 这是迎合不了每个人 所以你说 真诚 我一直都很真诚 我出道这么久 到现在 我们对每个人 都很真诚 我不会说那些 弯弯绕绕的话 所以你说 抓住这种东西 我有努力在抓 可能别人感受不到 我抓抓过他 可能感受不到 我在抓过他 可是我都 我在乎每一个 哪怕就是 离开了 我都很在乎 对 就是有些时候 你就会被误会 但是你也没办法 你说是吧 你就这个人就是这样 所以还好 我这个心比较大 我就 我心肯大 只有我觉得 我珍藏了就好 无愧于心 我没骂你了 其实就像 就像 我刚你说别骂 我就像 就像 就是像以前 陪伴了很久的 像路人仔啊 小二你们等等 我虽然知道 你们走过 就是可能也不喜欢 我偶尔回来看看 我的时候 我都好开心 就是很久很久 突然 就是那种 怎么说呢 就突然冒出来的时候 我就会感觉很开心 因为就会觉得 至少 至少还 就是 就是 就是还挺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 我其实还挺 还蛮重感情的 就是 就是哪怕 你陪伴了我一段时间 然后你消失了 然后你再出来 我都会 很开心 突然感觉 就哭了 因为我其实知道 每个人 也不一定就会陪你 特别久 特别久 因为其实人都在变 心都在变 这么时间 这么久 时间这么长 肯定会有一些事情 和你自己 和你自己的事情 就是做法 就是每个人 对每个事情的做法 都是不一样的 或许是因为有些事情 因为看法不同 意见不同 会发产生分歧 然后分到扬镳的事情 很多很多 但是 怎么说呢 就是我 还是很在乎每一个的 哎呀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啦 就是今天 其实看到你来的 我聊天 我还挺感兴的 因为真的好久没有 见到 真的我就是那种 说有可能我 没有表现出来 也不会时时刻刻 挂在嘴边 说哎 他走了 什么什么的 好久不见 其实有时候就会 就是看到突然出现 就会很开心 对对 就是那两座代码 对就是想想到别人会说 其实那些走掉的人 偶尔还会过来看看我 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但是我真的 哎 不知道跟你们说 所以 这些事情吧 我就觉得 所以你说抓人吧 我觉得 我就是不会挽留别人 因为我一直觉得 开心最重要 如果你现在 留在我的身边 你 对我不满 然后也不开心 你还不如开开心心的呢 然后 我可能也会开心 因为我觉得 我是那种 看到 别人开心 我就会开心的人 因为我觉得 一切都是开心为主 就是 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人的性格都在这 我不是那种 很爱绑子别人 说 不行 你非得要绑子 虽然我心里很想 很想要别人 就是一直带着我身边 但是我有时候会想 就是 就是很纠结 我这个人 我一方面 就也很自私 我其实很自私的 我希望我 以前那些走私的粉丝 都回来 就一直一心一的 爱着我一个人 但是这种 但是这种想象也不可能 是吧 所以我就想着 大家只要开开心心的就好 毕竟嘛 放偶像不就是为了开心吗 如果我想我放一个偶像的话 我肯定也是为开心为主 我知道了 你说了 我就知道了 所以 你说那些人都在观众 我都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哪怕不说话 我知道了这个事情 我就会很开心 是吗 我还以为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新粉丝 我也很开心啊 那不是 有新粉丝 那更好啊 有一个新粉丝 突然告诉我 我是你的新粉丝 那我会更开心 因为我就觉得 天哪 我终于有个新粉丝了 因为我觉得 可能我觉得 我一直就是在 流失 或者是 因为时间那么长 一直就是流失啊 或者什么什么的 如果有信任进来 那不就 就会更开心 对啊 我知道各有各的生活嘛 就是大家幸福 开心就好 我开心很开心的 我刚刚只是 有点 不知道 情绪有点那个 是的 所以 爱 我就觉得我这个人 真的是很那个 唯一方面 就是 比较那种 但是我真的 我就觉得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陪个男朋友 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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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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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个吗 你和那个 饲养员 不是吗 好呀 好呀 也行 真的 我就觉得 就是 真的还挺开心的 我希望大家永远都在 可能是 就是那种 词 那种 词 希望想 但是可能就想太美好了 但是真的就是大家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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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我不能再哭了 我等会还要拍照呢 哈哈 我等会还想拍照呢 哈哈 我装的要花了 不行 哦对 十二点 十分了 那就再播五分钟 你可以见一名了 下次有机会吧 估计也没啥机会 这个要看梦总 是吗 是吗 谢谢 谢谢 哎呀 没事 没事 大家睡吧 睡吧 我要睡了 对啊 我要拍美美的自拍 我要发微博 我发现 真想拍拍个子熬夜 个子快乐 谢谢三子 我要送的巧克力 她说她是你的研发 是吗 谢谢 天呐 你换这么快 那那个 饲养员 她怎么办 哈哈 哈哈 我以为 好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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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游戏去 哦 我 我本来也想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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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啥 她可能会伤心的 哈哈 你看 你伤心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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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 这个 等我换手机的时候再说吧 因为我这个手机是那个玩不了游戏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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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练痕了 天呐 真的吗 天呐 你都要听练痕了 那你们是真的吗 难道就是我们今天还在后台说嘉宾这首歌呢 就感觉我以前不知道他原唱是个男孩子 我以为就是个女孩子唱的这首歌 我想到这首歌写出来不就是女女吗 就是女孩子他的另一半就是他爱的人他要结婚了 因为他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不被允许的 然后他就看着他的心爱的女孩嫁给了嫁给了一个男人 然后他就很难过 然后然后今天他们说这个嘉宾这首歌原唱是个男的 我说哦好吧 我原先一直在牢补一出大戏你知道吗 就是女女的那种大戏 所以刚刚你说你要带新男友的时候 我就说那个思想员可以去听嘉宾 没有 换一首歌 正常啊夜叠不也是吗 是的是的 所以我但是后面他们说是个男孩子唱的 我就顿时没有那种感觉了你知道吗 就没有那种虐啊虐啊 就是很虐的那种感觉 然后对嘉宾 结局却可不停 怎么才能骗过自己 是吗 是吗 我严谈包 这么多早点离婚 你好那个呀 我知道知道 但是就没有我想象的那种 那种就是那种那种略恋的那种感觉了 其实你如果包这么多 他应该也挺开心的嘛 毕竟一万多块钱呢 现在 现在婚礼都是包这么大的吗 我记得 我们那边结婚结局 几百块了 是吗 是吗 他肯定不会看错人的 对你们要自观自我 谢谢小洒鱼送的巧克力 是吧 是吧 感谢他放过 好好笑啊 加油加油 哇好厉害 晚安晚安 我也要满下了 再播一会 对 再播会就下了 15了对15了 然后我们来听一首欢乐的歌曲 我是疙瘩里有欢乐的歌曲吗 我突然发现我的歌曲 疙瘩里面都是 这种的呢 有有有我知道 哎这首歌也很好听 你们听听 但它是韩文的 哎他为什么放不了 他放不了 那我们听这个 我唯一的一首欢乐的歌 对我也希望大家看我都是快乐的 快乐吗 然后你们今天晚上就会梦见一只猴子 猩猩在你们旁边 哦哦 那种垂胸口 我每次听这首歌我都有那种画面 就是一个人在上面唱歌 旁边那个猴子 猴子吧 那种大猩猩 但我都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什么什么 大概的意思是啥 你看你看他的背景音乐就说 哎五五五 谢谢三分两万送的音乐棒 哎 为什么星星也很可爱啊 星星自上多高啊 你不要瞅不起星星 说不定星星的质量比你高呢 没有没有 是时候对我 是吗我想看看辫子 你是两种人格互相切换吗 没有 哪有 看动物园的星星挺好的 他杀人是因为你惹到他了 他说像你这么 就是不聪明的人不配 站在他旁边 说实话我更喜欢全夜叉的哥哥 那叫什么 那个帅帅的 叫啥 叫啥呀 他叫啥 你叫啥嘛 都跟着汪汪 杀生丸 对 然后我有一次看了个片段 没有 你听我说 那个片段特别好笑 他旁边不是有一个 青蛙 就是一个嘴尖尖的一个 老小老头儿 那个叫什么 就吐槽 他说果然是这狗狗 就是好像说 就是杀生丸 就是被残住了 然后那就是说 如果他变回变回狗狗的话 就可以顺利的挣脱 但是他没有变嘛 然后那个人就在吐槽 他说果然是狗 然后就很好笑 但是我觉得 这个杀生丸真的很好看 但狗狗挺好的 狗狗中心 我跟你讲 那昨天吃面的时候 那只狗狗超乖 昨天吃面的时候 那只狗狗真的超乖 就 就就 他知道你有吃的 他也不叫 他就静静的趴着 用那只眼眼睛望着你 我就把我的一大部分肉都喂给他了 然后没想到他是一个 他他他他挺挺顺利眼的 我跟你讲 我没有肉过后 他就望着无血雨 因为无血雨的 就是面面里面还有肉 他就他就换方向了 你知道吗 开始在我那里趴着 你知道吗 后面就趴到无血雨 那里去了 对呀 我手了一半给他吃 结果 哎 但是最后还是他主人来了 他主人一叫他就走 你知道吗 柳头就走了 而且他竟然还会眯眼 就是 我眯 就是 那种 感觉好可爱哦 别不得把我的狼 崽子 你可爱是 然后他还给我科普 不能 就是给狗狗吃那么多 咸的 但是我已经喂了一大半给他了 然后然后无血雨也很可爱 他说 不能给他吃 他就给 但是他还是给了 你知道吗 他过后过后 我真的 就是对那几狗说 这是最后一块 我跟你讲 真的是最后一块 你不能吃这么多咸的 然后就继续吃面 吃了一会儿 把幽头碗里叼了一块肉给他 他说真的 这真的是最后一块了 因为那只狗就用那种可怜巴巴的野兽 忘了 他说没办法 控制不住 哈哈 太好笑了 没有 他们狗狗好像是不能吃太咸吧 他说要骗你如果他一心还猪人 哈哈 你你你你你鞭字眼我看一下 你鞭字一分钟是什么样子的 我发现你好像很喜欢犬叶擦叶你最喜欢谁呀你喜欢那个什么那个那个那个叫啥那个旅主还有那个那个叫啥两个名字我都不记不记得了你你喜欢哪一个啊你们 那是世界 世界 我最喜欢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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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有那个叫什么呀 那个女主叫啥呀 女主叫啥来着 我忘记了两个名字都忘记了 新药业 哦各位 我都没看 我跟你讲小时候 就有时候会在别人家里面看电视 我就好羡慕好羡慕 别人能看那么多动画片 我都没看完过这个 我就断断续续 那叫 那叫犬夜长 大结局是什么来着 他们收集的顺便收集起了没有 哎 我突然想不到了 那个大反派到底是为什么呀 就在古代了 他不回去了 他不管他爸爸妈妈了吗 猫猪老鼠当老牙 是吗 那反派呢 大反派怎么挂的呀 大反派是怎么挂的呀 他不管他爸爸妈妈永远留在古代了吗 和那个狗狗在一起 好吧好吧 我突然就好奇 我是那种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很好奇 不行 我今天晚上去翻一翻 去摆读一下 西游记 哎 西游记的大结局是什么呀 哎 西游记的大结局是什么 他们修成正果了吗 修成正果 然后呢 那些去路呢 都成佛了 然后就没了是吗 没有我真的 我知道他们都成佛了 我不是说我想要他们结果 我是觉得他们成佛过后就没有什么声音 他们是带到天上长什么样子来的 完全都没有一惊讶 但是我知道这个结局了 我好希望如果我能用你有那种好嗓子就好了 不过今天唱了两首歌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是最后的迷雷赖舞 端午安康 哦对端午节了 端午安康 我要下播了 还有一分钟哦 把这时候退手听完吧 为什么是最后的 因为后面都没有了呀 后面都是两场都是公演啊 你们不知道吗 难道是我听错了 我记得就是这样子的 后面都是公演 没有迷雷赖舞了 可以可以 还没官宣是吗 哦 好的好的 大家可以跟我说晚安了 已经二十五了 我没有感慨 能不会对照片发来 许 晚安我太包容了 我包容啥了呀 我都不知道 让我想想拍个什么 我现在花了这么美美的妆 我要自拍 晚安晚安 我要自拍一会儿 然后再那个 我要拍个好看的照片 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拍巴巴掌是什么 感谢我下播吗 你要跟我说晚安 哼 生气 晚安 我还以为 我跟你讲 我一说我要走 别人拍这种 我就觉得他们在赶我似的 我就有点不想走了 我跟你讲 我都立反心 你立马就出来了 我跟你讲 听着呢 洗澡 哦 好的好的 那你 你不拍手机进水吗 我跟你讲 我都把我的手机放很远 晚安晚安 我成佛了是吗 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我跟你们讲 我活了很久了 我跟你讲 我从古代的时候 活到了现在 这漫长的人生 但是我跟你讲 虽然我活了这么久 但是你们 肥香沐浴 也就是 我也不能分点给你们 什么叫白火了 我这个就是叫 你们叫 这叫什么呢 这叫 就是活得很自由 拉不了 你知道吗 恐龙是那么灭绝的 那个时候 我还未觉醒 不知道 我觉醒的时候 那时候 就模模糊糊糊的 已经是有人类的迹象了 可能那段时间 恐龙时候 我都在沉睡 你知道吗 就还没有 没有意识 直到我有意识的时候 就发现已经 怎么了 不想听我催流 是吗 没有 我没有催流 我说的是实话 你们不信 但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拍什么 大概是哪个草蛋呢 那时候迷迷糊糊的 不太清楚 真的 我跟你讲 过一段时间 就等百年之后 我又要换一个新身份 太麻烦了 每过一百年 我就换一个新身份 是吧 是吧 大家要信我 真的 不说了 不说了 我去做梦去了 梦里面有天机 真的 他有时候预示的一些东西 都会发生 我没有说谎 这个是真的 但他有时候 可能是 他有时候就连接不上 有些时候就连接上 零件有没有问题 什么零件啊 算是算是 好的 下辈子 有啊 但是我每次记不信不好 记不住 我跟你讲 我真的梦见过 第二天会发生的事情的 我走 我走 但是这种 都很少 还有一分钟 没到三十呢 你们骗我 我等会要拍一支 我想拍的感觉的照片 你也梦到过 小时候比较多 是吧 现在也有 太凶了 太准了 几步 大难过了 明天放恐怖电影 吓死你 我跟你讲 饲养院一定要来看 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喜剧的片子 就是喜剧的 你做梦就会笑醒 睡不着的那种 大家都要来啊 你们谁胆小 有谁怕呀 有谁怕 下次一定 谁谁怕恐怖电影来着 明天手机肯定没电 你怕是不是 那谎鱼也必须来 就要抓着怕 我跟你讲 我现在看一个人看恐怖电影 就没有意思 我跟你讲 我就非要那种 就是别人胆小的人陪我看 然后我就看胆小的人的表情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想看恐怖电影 电影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 我就必须要找那种 就是找别人陪我一起看 然后我边看边看别人的反应 没有没有 我就会安慰你们啊 说是吧 就会就会很开心 没有没有 没有左心他也不怕 他也没怎么怕 你知道吗 谁胆小呢 再推荐推荐 对呀 上次现在没有人被怕 是吗 我就喜欢别人 我跟你讲 我就喜欢以后带那种漂亮妹妹 胆小的去看恐怖片 别人一下子就扑到我的环球 说怪爱 这有什么好怕的 是不是 顿时就感觉我好帅 漂亮妹妹 没有没有 心里还是可以 没有真的 我觉得现在我跟你讲 有时候不是那种特别恐怖的那种 那种短片吗 我可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我就看了 哦没了 还有呢 真的真的 我觉得 所有我都不喜欢去玩 没有体验感 还有没有下不到了 解密又解不开 你说是吧 我觉得我如果真的遇到那种事情 我可能真的会拖住那个 那个东西说 你别走 你等等 告诉我 你会点啥 我才放过你 你会不会 预测明天的彩票号码 我觉得拍恐怖片的 没有拍恐怖片才不恐怖呢 拍恐怖片机器都对着你 有什么好恐怖的吗 就那种机器对着你 你会你不笑出来就好了 就比如哪怕你眼背下的 能说啊好害怕 然后其实那个机器 都在怼着你的脸 前面有个东西 哦就是那么爬过来 后面要加什么特效什么 你说啊好害怕 哎呀 我跟你讲 恐怖片是真的 我打你们 不许姐 就是你懂吗 拍恐怖片是最不恐怖的 你说你去探个险啥的 你还有脸后背发凉 因为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很安静 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里 你说拍现场闹哄哄的 你那怎么会怕呢 对你就对着一块板说 啊天哪 你要做那些夸张的表情 还有还有那种被吓到 我跟你们讲其实我去 这能说吗 但我不怕 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找不找得到 如果能找得到的话 找不到了吧 估计没有 我去尖子过 就很早以前 我记得那时候 不是说IDFT里面 其实可以尖子吗 就是边尖子边啥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们说吗 就是尖子过 尖子过的时候 就接了一个 接了一个是 那个叫啥 宣 就是那个 玩密室的那种 就是拍摄 他可能就 也没有我的脸 你知道当时我很放心 是什么 他只结片段 就是你 跑一跑 不是NPC 就是宣传片 你们懂吗 那种 就是宣传片的那种 就是你跑一跑 他拍你的脚 就是你慌张的脚 还有那种 还尖叫 尖叫都不是我叫的 就是那种配的音 还有 或者是 就是那种片段 结了一个恐怖的眼神 就是那个整个片段 我看了 大概就是我穿了个红裙子 在那里跑 啊 被吓到 就是我坐到地上 然后手往后面倒退 然后一个鬼在前面 然后但是它是主拍鬼嘛 然后就 再从鬼拉到我的背后 所以也看不到我的脸 就看到我在后退 就是我被吓到了 然后 还有看 还拍了我半只眼睛 就是看后面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在想 我当时拍完过后 那个 好像那个就一百块 哼 然后我听 我觉得不止一百块 但是可能是被吃了回扣 因为是 是那种 就是可能是联系的联系 你知道吗 那么少 然后算了 这个就不说了 价钱就不说了 真的 我跟你讲 没有 它就是 就是侧面 它拍你侧面 因为后面有一个 要拍那种恐怖的嘛 它就拍你这种 就是这种 这种表情 你知道吗 它要拍很多 然后剪到一起 就是一个很小的 一个短片 就像那种 我们小分盾的那种 对 我肯定被赐回扣了 他给我一百块的时候 我当时都崩溃了 我说 我不去了 对 但是还好 但是 没有 我就是想奸紫嘛 当时想想 一百块也好的 我是那种 有钱振总比没有好 你们懂吗 就是我 我是那种 有钱振总比没有好 这种当中 所以我就去了 后面想想 可能有点亏 没有 他不知道啊 他怎么可能 都是四八小 我想他知道了 他都不敢用我 我跟你讲 五语 一会儿吧 半个 一个下午的那种 所以啊 那时候不懂事嘛 然后兼职了一次 但是我都 因为 现在 因为当时 好像是允许兼职的 我记得 以前 晶晶姐姐都说可以兼职的 我不知道 拍哪种 没有素材 你们 如果真的想拍 看了一些好的东西 可以 add我拍啊 add我拍一些 哦 我知道 那种小短剧 好的 我可以试一试 我不会拍 不是经纪人 我又不懂这些 因为我没有找到好的素材 你懂什么素材吗 就比如拍什么东西 所以我要找啊 我本来原创 又没有老 就没有特别多的想法 好 我懂了 我懂了 我自己 那就不是现在吗 我看到有好玩的 就拍呗 我发现我以前 真的 我现在想象一百块钱好少啊 换点阳间滤镜嘛 那种滤镜我没办法 抖音的滤镜都真的很糊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拍的那么高清 我怀疑他们不是用抖音直接拍的 我怀疑他们是用相机拍完过后上传的 抖音的 他们好高清啊 我的 我的猪很模糊 没有受脸 你看哪有受脸 他只有绿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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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那个 只有磨皮 没有办法 啊 有受脸吗 没有受脸啊 你看 如果有受脸的话 他肯定脸会动啊 他只有 没有受脸 他只有美颜 美颜 哪里有受脸 没有 他只有美颜 美颜美白 啊 有吗 在哪啊 我来试试啊 没有吧 特效吗 难道是 没有啊 这啥吗 没有 你们骗我 还有 不好意思 点错了 简直不想真人 那我也给你们拍一个那种 那种 就是有个猪头的那种 套在我的头上 我给你们说话 聪明啊 黄钓鱼啊 我正打 想着 视频 发啥呢 你就一下 啊 他不是上传的吗 他是上传视频的 说明 不 不 是不是 不是口袋的国 你们懂什么意思吗 是你手机里面的视频上传 我当时打开了一下 我都能上传 我上次给你们看过的那个 古风的那个视频 那个红衣服的那个 端木节快乐 哼 对呀 就是什么视频 都行 我随便 咯咯 不知道拍啥 什么 吧 算了再说吧 我要下播了真的要下播了 拜拜 晚安 我要去 想想我要拍照 晚安 那你找点角度 拍点资源吗 对我 我还想拍抖音呢 趁先生有装 是吧 拜拜 你是觉得我40分钟 你看不下去是吧 我现在就是一个皇冠 现在都没有人找我视频安排 我下次再长到个八八八 我觉得这个 八八八八 对四个八 算命运气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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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拜拜 拜拜 我拍不好吧 这个怎么拍呢 数遍拍 我开心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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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